哈囉大家好,我是飛鷹 相信許多人就是看到標題 所以才點進來,對啊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就是發生我自己身上 那時候是大學時候的一個故事 那在這一波裡面我被騙了兩次 然後總共被騙了25萬 那到底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會被騙呢 這次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我這個 被騙前的經歷,也希望 你在聽完之後不會犯跟我一樣 智障的錯誤,好嗎? 好,那廢話不多說就直接 開始我們今天的慘痛經驗分享吧 那這個被騙前的故事 是發生在我大四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已經 出去外面住了,然後 就開始感受到,哇,要工作了 要出社會了 金錢的壓力就來了 我從大二開始就有開始打工 但因為我運氣還算是不錯 我們家沒有要讓我去 辦就學貸款之類的 是由資助我去上大學 所以我打工的錢都會變成我的生活費 那用剩下自然就變成我的存款嘛 這些存款到了大四時 就開始消耗 那我大四一樣就有打工 我打工是在補習班裡面 教書 那也會去接永林希望小學相關的 客服課程去賺一些零頭 一個月賺下來大概差不多兩萬左右 不多也不少 但以學生來看我覺得算是還不錯 但是到了大四下嘛 那時候就開始想說 我教師實習是沒有錢的 那就待會我半年可能都沒有辦法賺錢 而且我前面又要先去當兵 啊當兵呢大家也知道 那一個月六千塊的薪水 怎麼想都不夠啊 所以我開始想說完蛋了 我一年左右都要沒薪水 這樣怎麼辦 我就想說 欸那我除了去補習班教書 還有在永林希望小學教課服之外 我應該利用一些剩餘時間再賺一點零頭 所以我就去找家庭代工 那結果家庭代工之後 大家也知道現在家庭代工很多騙人的啊 家庭代工也不是代工 事實上是一個博弈相關的網站 我還記得那個網站叫 Streamlabs S-T-R-E-A-M-L-A-B-S 現在應該已經查不到了 他就是這個網站啊 他就是帶你去做 這種操作 你們也知道的那種 老師帶你注冊 小編帶你賺錢 啊這個差一段話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Bump哥的詐騙節嘛 我覺得他的影片真的很好 如果我當初有看他的影片 媽的我就絕對不會偏偏 但重點是他根本沒有這種影片啊 所以我就乖乖的先交一千塊出去 嘗試一下四次水溫 然後他後來有讓我把一千塊給領出來 我就覺得 喔這個感覺可以嘗試看看喔 所以這一千塊拿回來之後 他就跟我說有一個策略耶 勝率很高 那如果輸的話他還賠我 我說喔保本策略好像很厲害喔 然後他就說但這個策略要十萬 那十萬差不多就是我這一年來打工下來的薪水存款 就是差不多十萬左右 所以呢我就拿出了十萬 他說喔上次我把錢領回來 這次應該沒問題了吧 所以我就參加了 然後那個他不會馬上幫你操作 他會給你拖了一兩週 然後突然有一天我就借了 那一天是禮拜四 我上完永齡的課大概六點半左右 他突然說欸那個你有空嗎 我就回說怎麼了 他說欸我們老師到七點到八點他有空 所以如果你這段時間可以要快點把錢打進來 我們老師就可以幫你進行操作 所以我剛下班 因為我們永齡是六點下課 我剛下班 準備要回去我住處的時候 就火速先衝到了全家去匯款 匯款之後趕在七點以前 拍那個明細給他看說我們匯款囉 然後那個錢也打進去 我就打開那個遊戲後 我才給他看說欸我們錢有進去囉 他說好我們現在有老師來進行操作 然後就給他操嘛 那想當然的就是你們懂的就是都賠錢 然後賠完之後他就跟我說 哎呀那個數據上面遇到亂流不太順利 但我們現在有一個回歸機制 就是呢你給我十萬 那老師我這邊也出十萬 我們抽一個三十萬 把他打到七十萬 那這樣你除了可以把你原本的十萬拿回去之外 你還可以再倒賺四十五萬 那這個時候 如果是你你會參加嗎 給你三秒鐘 如果是你你聽到這個機制你會不會想參加 當然了你現在聽可能會覺得像詐騙 但當下的我已經沒有選擇了 因為會參加這個機制的大部分都是窮鬼 你不可能會把十萬說啊送禮啊送禮啊 所以你一定就會再拿出一個十五萬 想辦法把那個十萬弄回來 所以我們就參加了 那十五萬就大概就從我學費這四年來省吃減用 慢慢的存下來一點學費 因為我們出了學費這我媽還會給我一點生活費 三四年下來省吃減用的 生活費就差不多十五萬左右 就也拿出來給他投進去 沒錯 那十五萬投進去之後呢 他也的確出了十五萬 然後他過兩天走路開始進行操作 操完了 你們懂的 他就給你封鎖 沒有已讀了 直接封鎖你 不讀不回 你要聯絡都聯絡不到 然後你想要再登入你的後台就寫說 你的帳戶被查到有用風險異常 然後你的帳戶就被封鎖了 所以我全部的錢總共十五萬 加十萬 是二十五萬 全部就都 邪本無歸 就會騙走了 那當下我還以為是我自己的問題嘛 後來去報警 才發現原來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樣的狀況 然後這個網站再過了大概兩週之後 連網站都找不到了 你就知道這完完全全就是一個黑網 那時候我就是一個大學生嘛 沒有那麼多的經驗 2018年左右 那時候網路上也沒有那麼詳細的教學 跟你說遇到這個狀況要怎麼處理 還有你可能會被騙的一些各種手法 這些當初都沒有教得很詳細 所以我們就被騙了 但現在Youtube真的很方便 如果你有一點時間的話 那建議你去看一下我們Bump哥的詐騙解碼系列 裡面有一部在講黑網詐騙的 完完全全就是我們遇到狀況 你在一個社團 接下來小編帶你註冊 老師帶你賺錢 我們那時候還真的教他老師 我自己是老師嘛 然後我叫他老師 然後老師帶我賺錢 然後賺一串我的錢就賠光了 好了 對了所以這個就是我的一些狀況 我就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你可以仔細去注意 關於這一塊的事情 希望大家在螢幕前裡 都不要再被騙了 現在有很多人是用NFT之類的 做包裝或是虛擬貨幣 這個都蠻常見的 用這種方式去騙一些人的錢 但不管怎樣 請大家保持謹靜確性 我們用我們慘痛的精力跟你分享 那種直接一直喊著要帶你賺錢 並且他講得不明不白 什麼虛擬貨幣 什麼NFT 就是請你提高警覺 我不會說市面上每個交虛擬貨幣都是假的 的確有些人真的是在交虛擬貨幣相關的操作 就是現行技術分析 這個的確是有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詐騙 YouTube廣告非常氾濫 FB、TikTok都有 用一些網美、肉奶的 然後說加我Live 這些大部分都是詐騙 就希望各位在這個資訊氾濫的時代 可以提高警覺囉 好 那今天關於我被詐騙25萬的慘痛經驗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會有幫助啦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或是你想聽其他更多經驗分享的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飛 我們下次見 拜拜